今天因为这个保险业 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所以像我身边有好多保险业的朋友 已经三个月没睡觉了 有啦 什么时候保单要调长 对 大家其实在 每次让他来吓我们 没有没有 但是说实话 就是为了客位的悬疑 然后我们事实上 很拼命地在工作 所以保险业的年终奖金有多好 因为保险业可能比较特别 因为我是属于这个业务的范畴 所以我们跟一般的公司行号 可能是看公司赚不赚钱 不太一样 我们是看自己努力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年终奖金 通常一般是跟我们个人年度的 收入的比例有关 年度收入 对 比例大概怎么算 假设一般来讲 大概假设你是个人的话 大概年终奖金最高可以拿到19% 那如果说你是主管 只可以再加上六个百分点的加几 所以最高可以拿到你 全年度收入的25% 全年度收入的25% 哇 那我记得你在节目中 上次有讲过你的年薪700万 对不对 25% 这样算起来175万 没有那么多 因为年终奖金 因为我们的算法 它是用本性来算 因为你的收入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面向 例如说可能我有演讲的收入 我有写数的收入 可以实际 所以实际上没那么多 但其实还是不错 难怪这么开心 每年一定要开心 年终奖金有100多万 你要怎么花 OK 我想一般来讲 我的年终奖金 通常一般分成几个方式 OK 好 所以通常一般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叫做解决未来 享受现在跟创造未来 OK 好 那解决过去 因为有口语话大家比较好记 那第一个当然可以解决过去 因为如果说你拿到个年终 你假设过去万一你有一些负债 比如说你有信用卡的负债 有一些信贷的负债 我觉得想都别想 先把负债还掉 那利息很高 因为基本上你只要有负债 他基本上就有利息的支出 所以我觉得假设说 万一说你的年终 跟你的负债是正好打拼的 那基本上就把负债还掉 这个第一个方式 OK 好 那第二个是活在现在 因为我想说 我们还是不能避免人性的问题 所以回来现在是 你要预留你过年 一些必要性的支出 比如说你可能要包红包 过年可能这样里面 你要换家电 你有一些家具 这些你想替换 甚至有一些 你可能要带家人出国去的 这笔钱 你大概可以复化到现在 一定要活在当下 要赚也要会花 因为假设赚那么多 都没有用到 这个也是很可惜 那最后一个其实 创造未来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现在有年终 可是我们未来 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年终 或源源不绝的年终 这跟创造未来就有关系了 所以创造未来 基本上我大概分成三块 一个是基金的话 我会做单笔的投资 然后会选择 因为年终是一笔钱 它不是一个每个月都我的薪水 那每年终可能也会 因为你的表现不一样 而高低不同 所以第一个是 我大概会做基金的单笔投资 然后我去选择那种 波动性比较大的基金 目前在一个相对性低档 未来性也比较好的 我可能就做单笔投资 OK 这比较积极性 这比较积极性的 对 那股票的部分 我也是做什么 单张的投资 或买银股 ETF其实都可以 当然我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那我通常一般 我会选择那个 值率率比较高的金融股为主 对 这个第二个方式 单张什么意思 就买一张 就买一张 或者买五张 我看你当年终的金额是多少 那假设不够 你要买台积电 像一张三个几万 那你可能可以买零股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是单张零股 你都做 反正股票你会投资就对了 对 所以我可能会投这件股票 那最后就是保单 因为保单毕竟还是一个 稳定收益的来源之一 但是因为年终就有一笔 所以我可能就做 所谓的短角的方式 就是把钱拿出 买一个短角的方式 让我自己的保单 变成是一个不存在的钱 那通常一般这个方式呢 我通常一般会做外币的保单 那目的是我要建议 跟台币的反向资产 利息比较高 利息一方面比较高 一方面它跟台币反向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假设我们这样做的话 资产的累积速度 也会变得比较快一点点 那投资自己 对 投个自己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想年终 是跟我们的表现有关 所以假设说 有一天你可以投个自己 尤其在你的本业之外 去提升你一些学习的机会 这个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少想到 就会大部分就会花掉 但是假设我们可以投个自己 创造未来的年薪 年终可能可以三几跳 譬如说像等一下 我就可能跟大家分享 一张证照 可以让你一年加薪十二万到三百万 一张证照可以十二到三百 三百万 什么证照这么值钱 我这个比较特别 是因为我在这个保险业 那因为保险业 其实是考很多证照的一个行业 所以其实很多 台湾的这些金融的公司 或是金控的公司 是很鼓励员工去考证照的 考证照 他可能会补添你的学费 甚至你有证照之后呢 你的薪水会增加 你的等级也会增加 这个都有影响 那我比较特别是 我是台湾第一个 特许财务规划师的培训师 就是这个证照 对 那这个证照 因为全台湾现在目前 这个学校带着 当前我们的专业 OK 好 那因为这样证照是 这个对于实质上有什么样的 我在两年前考证证照 那同时因为我在两岸三地 都有演讲的经验 所以我就变成了这个证照的培训师 因为全台湾第一个 目前是唯一一个 OK 等于考到这个证照之后 也多了很多机会 那个证照现在很多保险公司 都有在推 对 差不多保证两百万以上 就是年薪 你只要拿到证照 应该两百万OK 拿到这个证照叫什么 叫FCHFP 叫特使财务规划师 对 名字有点惨 拿到这一张的话 年薪保证两百万起跳 对 应该是两百万 那很值钱 对 这个准备要花很多时间吗 一般人说有没有什么经验 要经过过五官斩六将 嗯 OK 谢谢大家